青藏高原上的九条伟大的山脉 也许我们穷尽一身的屋檐见到 但我依然希望你能了解它们 因为那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虽苍茫遥远 但与我们息息相关 1.喜马拉雅山脉 世界之巅 以珠穆朗玛为代表的 十座海拔八千以上的山峰 构成了它壮丽的山极线 从最西端的南加帕尔巴特峰 一直到最东端的南加巴瓦峰 绵延2450多公里 但居然都信南加 就这么神奇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座巍峨的长城 屹立在祖国的西南 它高耸入云的巨大山体 让印度洋南来的季风不得不绕行 然后一路浩荡东去 滋润了云贵高原 四川盆地 一直到烟雨江南 2.横断山脉 这是最特殊的山脉 由八条南北走向的山脉群组成 四东向西分别是 琼莱山 夹金山 大雪山 沙鲁里山 达马拉山 探念他翁 博士拉岭和港日卡布 把明江 清一江 大渡河 雅龙江 金沙江 蓝沧江 鹿江 等七条捕育我们的江河风格开来 中国最美山峰庭选中 居然有三座来自这里 分别是横断山脉的主峰 贡嘎神山 鹿山山脉的主峰 梅里雪山 和由鲜奶日 央麦永 加诺多吉 组成的道陈三神山 三 念清唐古拉山脉 最深层传说故事的山脉 从拉萨西北的琼木港日 到燃乌北的安九拉山 全长一千四百公里 主峰念清唐古拉 北方神山 莫得共结之子 与纳姆措千年相伴 最高峰加拉白蕾 和这雅鲁藏不江 与南加巴瓦相望天涯 念清东 萨普神山风群的成员们 相爱相杀 其实故事都源于 人们内心的执念 总有云淡风轻时 不负相遇 不谈亏欠 四 港底斯山脉 这是最神奇的山脉 源于阿里的士泉河谷 止于拉萨的麻江湿地 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与念清唐古拉一起 抵御北方的严寒 造就了青藏高原 南部的温暖古地 从藏北的羌汤草原望去 主峰冷不赶日 庄严壮丽 但造就港底斯神奇的 却是因为港人波旗 娑婆世界的须弥山 无与伦比 它钻石般的光芒 将抚平你心中所有的波澜 纵然一声 放荡不拘 五 卡拉昆仑山脉 遥远的西方 从阿富汗东部 一直到班公湖畔 卡拉昆仑山脉 绵延八百余公里 只有二摇九国道 与它孤独的相伴 高度仅次于喜马拉雅 这里有世界第二高峰 乔戈里峰在内的 四座海拔八千上的雪山 和地球上最大的 中低纬度冰川群 与众不同的是 这些冰川群在逆全球变暖之势而增长 是否因此导致了中亚最大河流阿姆河的水量下降 竟然成了险海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不得而知 希望范第三级科考 能够给我们带来答案 六 唐古拉山脉 西街卡拉昆仑 东陵横段山脉 由于西段山体不太明显 所以习惯上 我们以普若港日冰川 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的最大冰川 为最西端 全长约八百公里 唐古拉山脉是 怒江 蓝沧江和万里长江的发源地 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贯穿整个青藏高原的中部 也是青海和西藏的界山 主封格拉丹东 是羌唐无人区和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重要分界线 七 齐连山脉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李白这首诗描绘的就是千里齐连 高大的齐连山让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再次停留 冰川溶水让大地生机盎然 这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见证了无数的辉煌与灿烂 中华民族荣谦山那百川的胸襟 在此流传 保护齐连山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家园 八 阿尔金山脉 阿尔金山从新疆且末车尔城河一直到干清交界 维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 它阻挡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下 让柴达木盆地成为了真正的高原聚宝盆 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阿尔金斯安保护区却不在阿尔金山 当年取名时一定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九 昆仑山脉 万山之宗 中华龙脉 西起帕米尔高原 向东一直延续到川西 全长超过2500公里 西段有最高峰公格尔峰和宾川支付牧师塔格 东段分为三条山脉 向东南呈扇心铺开 北支齐曼塔格 它的南边就是阿尔金自然保护区的库姆库里盆地 有阿齐克库勒阿亚克库姆等上千平方公里的美丽大湖 宗芝经阿尔卡山一直到黄河西岸 这里有著名的阿尼玛钦神山 南芝经109国道昆仑山口的玉珠峰 玉须峰 著名的神山嘎朵觉沃 巴掩卡拉主峰年宝玉泽 一直到四川的松攀草原 然后东连秦岭 共同构成了横更东西的中华脊梁 这些都是值得仰望一生的山脉 或许多年以后 当你见到他们时 我也不在这个世上 但我相信 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 伟大依然 高山依然向上 江河依然滚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